有没有一部电影可以做你的人生电影? 它能在人生各个阶段给予你心灵敲击,带来不一样的感悟与力量。 对我而言,这部电影就是时时刻刻。 在我的青春期,它和依依很大程度上行塑着我的人生观。 在我的女性意识逐渐增强后, 它为我提供了一个崭新角度,思考女性的生命。 如今,我成为一名打工人,生活变得繁杂忙碌后, 它又为我如何处理迷茫与焦虑,提供了一个方向。 时时刻刻是我的女性电影片单之选, 也是我的人生电影片单之选。 这期视频,我想就从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它。 如果你也看过这部电影,希望你能从这期视频中找到共鸣。 如果没看过,也希望你能从这部电影中得到力量。 时时刻刻由史蒂芬戴德利导演, 你可记得曼,朱利亚摩尔·梅里尔斯特里普主演, 于2002年上映。 电影由麦克尔·坎宁安创作的同名小说《时时刻刻》改编而成, 而小说创作的源头是弗吉尼亚·乌尔夫写作的小说《达洛维夫人》, 《时时刻刻》这个名字也是取自《达洛维夫人》小说的原名, The Hours。 电影以《达洛维夫人》这本小说为线索, 串联起了三个年代的三个女人的故事。 1923年,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乌尔夫在郊外的里奇蒙小镇静养。 这天,她在创作自己的小说《达洛维夫人》, 原本她安排女主角死去,最后改写了结局。 1941年,她男人精神疾病的折磨,成何自杀。 1951年,洛杉矶的家庭主妇劳拉·布朗正在阅读《达洛维夫人》。 她把儿子安顿好,一人驱车前往旅馆,准备自杀。 最终,她放弃了,但她做了一个决定,准备生完二胎后,就离开这个家。 2001年,纽约的编辑《克莱丽莎》和达洛维夫人同名。 多年来,她一直照顾着患艾滋病的挚友,也是她曾经的恋人,理查。 理查就是劳拉·布朗的儿子。 这天,理查在克莱丽莎面前坠楼自杀, 她也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电影把三个女人的故事浓缩到她们各自的一天, 在这一天,她们都品味了死亡,经历了生命的震荡, 思考了生活意义,改变了人生的方向。 电影又以非信心叙事,平行剪辑,不闻手法, 将三个女人的一天融合起来, 仿佛一个女人的一天的三次重复上演, 又向一个女人的生命的三重轮回, 呼应了小说的一句话, 在女人的故事中, 主流叙事的时间尺度失灵了, 代置于空间。 这是对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的观点, 女人的时间是一种复现和永恒的空间的实践。 克里斯蒂娃认为, 男性以线性的时间观去定义历史, 在他们的叙事中, 历史有一个明确的开断, 发展, 结束的过程, 便衍生了代际这个概念。 但如果女性也被纳入这样的叙事模式, 那女性的差异性、 独立性就会被抹杀。 因此, 女人以共识性、 空间性去抵抗男人的历史性、 历史性。 延伸到文学电影创作中, 女性作品常以非线性、 开放式、 多线式的叙事方式, 去颠覆男性主宰的线性、 异合式、 单线式的叙事。 比如, 吴尔夫作为三大意识流作家之一, 她的作品《墙上的斑点》, 打落为夫人, 到灯塔去, 中的意识流技巧逐渐成熟, 以飘忽的、 印象的、 梦幻的叙事 背离了主流的叙事传统。 而在电影创作中, 那些男人鱼马的故事, 就是典型的线性叙事, 讲述曹芥之辈是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的。 而我们钟爱的许多女性电影, 则常采用日常叙事展现女人的生活, 静水留身, 绵延不绝, 自然流淌, 时时刻刻就是后者。 女人的生命突破了时间, 在空间在体中荡漾, 延伸, 连结, 反复轮回。 时时刻刻的一大亮点, 是大巧妙流畅的交叉剪辑, 使三个女人的故事产生互闻, 其头并进, 尤其是开头用十分钟将三个家庭的动作连贯起来, 开启了女人的一天。 清晨, 吴尔夫, 劳拉, 克莱丽莎的伴侣从外面回来, 而他们侧身睡着, 若有所思, 仿佛开启崭新的一天, 需要莫大的勇气。 劳拉的丈夫, 克莱丽莎, 吴尔夫家的女仆, 都摆弄着桌上的花。 吴尔夫似乎从丈夫桌上的花得到了灵感, 她写下小说的第一句, 此时, 劳拉正在阅读达洛维夫人的这句话, 和达洛维夫人同名的克莱丽莎思考片刻, 对女友说, 就这样, 三个女人的一天开始了。 之后, 以吴尔夫对达洛维夫人的编排为舵盘, 主宰劳拉, 克莱丽莎的生活走向。 达洛维夫人要去买花, 为晚上的派对做准备。 劳拉也要为今天生日的丈夫做一个生日蛋糕, 准备一场惊喜派对。 克莱丽莎和达洛维夫人一样, 要去买花, 要为今天获得终身成就诗人奖的理查办一场庆功派对。 当吴尔夫写下, 为接下来三个女性平为死亡, 思索人生做铺垫, 吴尔夫和外甥女一起埋葬死去的鸟。 她思考, 人死亡后会发生什么, 死亡是否有意义。 在姐姐一家离开后, 她隐忍已久的情绪爆发, 她知道自己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她要离开这里。 劳拉在得知女邻居病情后, 与她的伤痛共情, 并窥见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她要给压抑的生活找个出口, 要么死亡, 要么离开。 理查的死亡让克莱丽莎惊醒, 她的人生到底是为谁而活。 在忙碌且琐碎的小事背后, 她是快乐的, 还是落寞的。 当吴尔夫安排达洛维夫人会因为一件小事自杀, 切换的场景是劳拉为丈夫制作的蛋糕失败了。 克莱丽莎在理查拒绝参加派对后, 独自整理着失落和挫败。 当吴尔夫改变本来要杀死达洛维夫人的想法, 连接的是劳拉放弃自杀的场景, 影响她的正是吴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对死亡的思考。 由此,电影非常顺畅地将三个女人的命运连接起来, 我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是吴尔夫侧躺着与死去的雌鸟相互凝视, 再切换到劳拉侧躺的镜头。 两个女性跨越时空, 相互凝视, 思考着死亡与生命。 前者的文字与思想影响着后者, 给予她生的希望与勇气。 吴尔夫、劳拉、 克莱丽莎是达洛维夫人这个角色在不同年代的三重变奏, 之所以可以搭建连接的桥梁, 是因为女性的生命共振超越时间的限制, 她们的精神困境保持依旧, 生命力量也持续传递。 三个故事的主角都受困于狭窄封闭的空间, 吴尔夫受严重的精神疾病折磨, 他曾自杀两次, 为了他的安全, 丈夫带她到远离伦敦的小镇疗养, 她被安排在二楼房间, 与周遭隔绝, 必须遵从医嘱不能乱跑, 连出门散步都是奢侈, 她渴望被邀请参加派对, 渴望与人接触, 渴望回归喧闹的都市生活, 渴望拥有决定自己如何生活的自由。 劳拉是二战后千万家庭主妇中的一员, 他们被套上牢固的枷锁, 承担着扮演一名贤妻良母的责任, 以为劳二战归来的丈夫。 她的天地就在这小屋之下, 她受够了浅薄庸俗的夫妻感情, 受够了洋装快乐平静的职责, 受够了日复一日的家庭生活。 在第三个故事, 被困的角色是理查, 她也受病痛折磨, 行动不便, 如自窝居在昏暗的小屋里, 母亲离开留下的童年创伤, 同性恋身份, 敏感悲观的个性, 糟糕的人际关系等等, 都为她的人生扑上了边缘悲伤孤独的底色。 她早已参透人生痛苦的本质, 将生命的阳光隔绝在外, 任由孤独与黑暗侵蚀。 再者, 她们的空间是破碎的, 任人入侵的, 她们总遭遇着隐性监视与权力控制。 电影中, 多次以食物这一意象呈现, 以爱之名的权力操控。 沃尔夫的丈夫多次强调, 沃尔夫应该遵从医嘱, 按时进食, 并且有责任体会仆人的辛苦, 吃他们准备的食物。 这反而给沃尔夫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同样的, 克莱丽莎也叮嘱病人理查, 说得按时进食, 吃药。 而理查小时候, 也被父亲教导要好好吃饭。 电影多处给食物特写, 以展现人物的心理状态。 蠕动的生肉让沃尔夫作呕, 蛋壳的敲击声扰乱她的思绪。 克莱丽莎的心情随着跳动的蛋白蛋清, 断续不安。 食物是人的欲望的基本载体, 但女性并不热衷于此, 因为女性困境不止于 Little Hunger, 而是Great Hunger。 当女性的空间是任人入侵的, 这意味着她的时间被迫碎片化。 沃尔夫在房间协作时, 被闯进来的女仆打断, 姐姐一家的提前来访, 打乱了她的时间安排。 克莱丽莎在准备派对食物时, 被提前到访的客人, 也就是理查的前男友打断, 即使感到不自在, 也要笑领迎人。 她和女儿促膝常谈时, 又有门铃, 终止了他们的情绪。 在日常生活中, 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时间被碎片化, 个人空间被入侵的可能。 因此, 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 不被人入侵的, 安全的空间, 是每个女性的渴求。 正如沃尔夫出门散步, 寻找灵感, 渴望逃离小镇, 回归喧嚣。 劳拉把儿子安顿好后, 独自一人前往旅馆。 她对旅馆人员的唯一要求就是, 不要打扰她。 她脱掉鞋子, 敞开肚皮, 一生轻松, 真正拥有了自己可支配的时间, 拥有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 看来丽莎在理查死后, 回到了卧室, 结束了一天的疲惫和紧绷, 把鞋子和衣服通通脱去, 释放情绪。 这响应了沃尔夫那句震聋发聩的话, 女性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还要上锁。 只有这样, 女性才能独立自由。 21世纪的克莱丽莎比乌尔夫、 劳拉享有更多自由独立的空间。 在电影中, 花的依向无处不在, 花代表女性的生命。 要自己去买花, 则是女性对自己生命的主导权。 乌尔夫的花是摆在丈夫书桌上的, 劳拉的花是丈夫买的, 而克莱丽莎则是主动买花的那个, 比起前两位女性幼于狭窄封闭的空间。 她可以自由穿梭于城市, 三个女人都有同性倾向, 只有克莱丽莎不用压抑, 可以和女友同居, 抚养自己的女儿。 但她身上的女性困境并没有消失, 她同样遭遇着精神虚空, 找不到人生意义。 这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 创作者在电影中展现出宽容、 流动的性别观。 敏感细腻的特性, 不仅体现在三位女性身上, 也体现在理查身上。 她小时候就能感知到母亲的忧郁, 预感母亲的离开。 同性恋的感情, 也如同异性恋感情一样复杂。 吴尔夫和丈夫, 劳拉和丈夫, 克莱丽莎和女友, 理查和前男友都存在隔阂和矛盾, 因为人性都是复杂的, 无关性别。 因此, 我认为这不只是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 更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 她讨论的死亡、 生命、 精神困境话题, 关乎人类的生活。 正如戴景华老师所言, 所有关于女性的, 也是关于人类的。 生活是无聊的, 痛苦是永恒的, 虚无是难解的。 当人意识到这一残酷的生命本质, 又要如何应对呢? 电影中, 四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沃尔夫选择逃离, 又在丈夫的暂时妥协下平静下来, 继续在小镇生活, 但多年后, 她还是选择了自杀。 劳拉放弃自杀, 她离开了家庭, 在另一个国度开启新生活。 即使千夫所指, 她也从不后悔。 理查不愿在面对人生时时刻刻的落寞与孤独, 她选择自杀, 但死亡并不是终止。 理查的死亡带来了克莱丽莎的心声, 她不再依赖理查而活, 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 创作者并没有对这些选择评判高低, 因为每一种选择都是在认清了生命的本质后做出的, 即使是死亡, 电影肯定的是他们直面生活的勇气。 这部电影《治愈又治愈》, 治愈在于它揭示了人生永恒的虚空与痛苦, 而治愈在于它告诉我们, 生命复杂又困难, 逃避生命永远得不到平静, 唯有直面它, 不要再怕炎炎交扬, 也不要害怕寒冬肆虐。 这何尝不是对我们当下生活的一种启示呢? 在经历疫情, 不休止的战争, 全球贫困, 一全球化等天再荣获的我们, 正被前所未有的焦虑和虚空填满。 尤其是年轻人, 在追求财富积累与阶级上升无果后, 即使一趟平姿态, 躺入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秘惯中, 仍然无法逃避享乐后的疲惫与倦怠, 甚至陷入更深的生存焦虑与闹钟。 人生无意义极致饱含无力与绝望, 而生命的荒诞在于, 人们即使认识到生命是无意义的, 仍然需要苦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人生意义越是空荡, 人生的荒诞就更加浓郁。 那么, 如何增添人生的意义去对抗人生的荒诞呢? 我最近从一段话中得到力量。 这段话来自我很喜欢的一名女歌手安普, 她说人生是流动的, 不要停下来,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下一个转角有可能更可怕, 也有可能更开阔, 要继续为自己积累失败的对话, 错误的回应, 被拒绝的感受, 不要把它当作非要积累的幸福, 才能够走向你想走的人生。 就像西西弗斯, 即使知道巨石最终会落下, 她仍能在推巨石上山的过程中的某一刻, 感到快乐与满足。 当你允许生命是流动的, 可探索的, 或许你也能在这过程中某一刻获得片刻的幸福, 这些片刻就是生命的脉动, 它构成生命的意义, 化作永恒。 这些片刻就像克莱丽莎回忆的 那个天一亮就起床的清晨, 感觉全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希望, 感觉往后一定会更加幸福。 我们用心去体会, 收集, 回味这些幸福的片刻, 本身不就是生命的意义吗?